你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这里是熊大董科技,本期影片我们来聊一聊中国的稀土。 2018年,特朗普政府不顾中方劝阻,执意发动贸易战。 至今中美贸易战已经持续三年有余。 美国对中国的芯片封锁,可能是其中最火热的话题。 中国每年的芯片进口率达到90%,发起芯片贸易战争受影响最大的就是中国华为。 虽然在原则问题上,中国坚决不退让。 但仍然改变不了未来的局面。 而稀土同样作为工业发展的必需品,美国军工也依赖稀土,一艘核潜艇要用四吨稀土。 一架F-35战斗机,则需要400公斤。 在目前的形势下,美国同样不得不承认自己缺少稀土资源,而全球70%的稀土都来自于中国。 那么中国会不会拿稀土作为掐断美国脖子的战略武器呢? 稀土并非是一种土或一种矿石,而是元素周期表蓝锡元素石器种金属元素的总称。 稀土作用十分广泛,且无法替代。 比如女磁铁在民用中,是电动汽车电机不可或缺的材料。 在军工中是决定导弹是否能制导的重要元件。 山元素,民用中是激光工程中不可或缺的材料。 在军工中山谷材料是飞机能够引申对抗雷达监测的最先进涂层材料。 嘎元素,民用中作为医疗行业显影剂使用,在军工中主要用于核工厂。 稀土金属的元素特性,决定了稀土资源,对一个国家的工业和国防都至关重要。 且没有替代品。 一个军工大国要发展,离不开重稀土,高科技工业要发展离不开清稀土。 但稀土并不是全世界哪儿都有。 富有稀土的国家并不多,中国已经探明清稀土储量占全球40%, 重稀土中国几乎独立。 以前中国的提炼技术不到位。 将17种化学性质相似的元素分离开来,十分困难。 于是只能出口简单的原料,让外国去加工提纯。 稀土作为一种不可再生的稀缺资源,却被当作土来卖。 但如今中国的稀土分离技术已经遥遥达到5G的领先,拥有100%的专利技术。 在稀土提纯中,必须要用到中国的技术。 一种资源具备了储量稀少,难以分离,用途广泛三个特点,一定是十分珍贵,备受重视的。 现代技术中,稀土的应用基础比例越来越高,世界各国都在抢占稀土资源。 但没人能和中国竞争稀土占了优势。 那么很多网友好奇,按理说中国稀土产量占全球70%,若真要限制出口,制裁全世界。 并不是做不到,在这场贸易战中,为什么不封锁美国的稀土。 如果我们禁止稀土的出口,对美国的高科技企业不可能没有影响。 就像美国现在通过芯片,对华为实施制裁一样,但这种做法正所谓伤敌一千,自损八百。 首先限制出口,不符合世贸规则和中国加入WTO时的承诺。 其次,中国稀土储量虽然丰富,但其他国家并不是没有,只是开采成本很高,并不能保证中国切断稀土供应后。 美国不会咬咬牙开采这些资源,就像美国在对中国实行芯片制裁后,中国的芯片产业突飞猛进一样。 还有一点就是贸易是相互的。 中国开采稀土资源的都是一些经济相对落后的地方,并且是当地的支柱产业。 在中国限制出口的同时,也会使这些地区经济倒退,直接影响当地人民的生活。 那这不就是说明中国稀土这张牌没有什么用了吗? 并不是,美国是世界上稀土消费量最大的国家之一。 这次贸易战争中,美国在对中国商品征收关税的名单中没有稀土。 可以看出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资源有依赖,美国不是没有尝试过发展稀土经验技术。 只是不论环保成本,还是人力成本都极高,加上这么多年积累的科研落后,需要大量资金投入。 就美国国防部自己做的研究报告。 如果现在开始追赶中国科研,美国大概一年要多花费20亿美元,在相关的野链技术创新上。 想想一下,将一棚土中的17种元素分离出来。 但就分离技术,美国差中国15到18年。 对于美国来说是不值得的。 美国国防部和美国国会,基本上已经习惯了。 造不如买,买不如租的现状。 美国想要建立完整的稀土开采产业链,谁也说不准要多久,或许未来美国坏事做紧。 中国断供稀土资源也是情理之中,但要突破制裁的方式,并不是反制裁打破封锁的手段。 并不是反封锁,面临卡脖子难题。 只有自主研发科技创新,当自己的技术提上来,摆脱依赖,才能独立行走。 贸易永远都会让世界变得更好。 正如任正非所说,贸易是双方受益的。 不是哪一方单方面受益,美国公司向中国供应货物,有利于它改善财务质量。 如果华为公司生产规模能扩大,也使美国公司供应能扩大。 这是双方有益的事情,我相信新政府会权衡一下这种利益来考虑,应该用什么样的政策。 中国还是希望能够大量购买美国的器件、零部件、机器设备,美国公司也可以与中国经济一起共同发展。 18世纪中期,英国对美国封锁,结果崛起了一个全世界最强大的美国。 美国今天的封锁,会不会像英国一样,得到一个自己想象不到的结果呢? 此外,提到中国经济分离技术,就必须要说到徐光县院士,被誉为中国稀土之父。 稀土界的袁隆平,徐光县院士在20世纪70年代,建立了具有普世性的串联萃萃取理论,让中国的稀土经济分离技术突飞猛进。 且徐光县院士将这种技术无偿地分享到了各种国企,为中国稀土产业培养了大批技术人员,但是好的技术却带来了坏的结果。 由于技术提升,产量增大,于是出现供过于求的局面,各个企业之间互相压低价格,导致中国稀土出口价大幅下降,且增加其他国家的稀土战略储备。 正如资本家有国籍,但是资本是无国籍的,政府政策的推行是有延迟的,往往在社会反映之后。 去年年底,中国出台稀土管制法,就中国核心战略矿产资源限制的法律,已经在逐渐完善。 如何管控资本家对手里资本的使用,不只需要政府关心,我们作为普通民众,也应该关注和谴责。 国家战略和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。 好了,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,感谢你的收看。 喜欢的朋友可以订阅我的频道,我们下期再见。